6月14号 14点09分 我们到了下茶余 就是下茶余 马上这儿又改完 就到下茶余了 我们在茶余县人民医院做检测 新冠检测 核酸检测 但是不需要核酸检测 6月14号 14点19分 这时候我们正前往 下茶余 刚刚过边境检测站 它是要边防证的 我们都开了边防证 但是这个之前 我们在茶余县做了核酸检测 它是不需要核酸检测报告的 但是我们有备五万 下茶余 这地方饭店里面 肯定也有那个时候抓紧 肯定 那里面不见 你要想把上茶余下这里 都专门的根部 这就是下茶余 这就是起来的 这好像就走到头了 下茶余就一条道 就一条道 对 对 对人心愤 现在这条路就是到上茶余的路 六月十四号 十四点五十四分 我们到上茶余途中 看到这片河滩 这真是枯树摊呗 你可以讲解 好的 我现在是用徐老师的手机在录制 现在是在开车 我们的前方还有大概两公里左右 就是上茶余阵 上茶余阵 它是处于来谷冰川群 阿扎冰川的前面最前沿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村庄 他所在的这个村里平原蛮大的一个差不多从谷歌上分析应该在 两公里宽七八公里长 在这样一个大的一个 即将向右前方形式 大山系里边 有这样一个这么一大块平地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仙人非常聪明 早早的就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发现这么一块地方 现在已经这个过了 上茶余阵 在这里面 新路线途径219国道 在适当位置掉头 小心 等它一下 继续上路 刚才错了一个车 前方是往 刚才已经经过上茶余阵了 前方是往阿扎冰川区的路 请在适当位置掉头 600米后掉头 继续向前 走过上茶余阵以后 这条公路已经是 博油路已经结束了 水泥路 再往前可能就是石子坡了 石子坡的路以后的话 这段路可能会延续 从浦哥上看 应该会延续在40公里左右 再后面就是进入山间的那种步行小道了 好 这里又遇上了不少车辆 估计也是从前方的阿扎村下来的 我们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点51分 我们这次的探访的主要目的的话 一个是上茶余阵 还有一个就是前方的 我们要去的阿扎冰川 阿扎冰川是整个来谷冰川群 西南面的一个最大的一条冰川 这条冰川全长37公里 那么它的体量 比我们所熟知的来谷冰川 仁巴龙冰川和米迪冰川都要大 但是呢它已经藏得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很少委外界知道 阿扎冰川的得名的话呢 它是底下有一个阿扎村 这个村子不大 只有大概是几户人家 我们今天去拜访的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去看一看 因为一个是体力不允许 一个是时间不允许 今天的天也不好 我也不可能去看到冰川群的 现在 还好路况又回到了波友普章路面 还是不错的 这样一直往前延续以后 应该还能有50公里吧 看一下这个 50公里左右 再往后 再往后 再往后就没有了 再往后以后就进入大山深处了 连小路都没有了 好结束